基点是宇宙起源的一个假设,这个假设认为宇宙起源于138亿年前的大爆炸,大爆炸之前宇宙是虚无的,没有时空和物质,只有一个体积无限小,缺氯无限高,热量无限高,密度无限大的基点。 这个基点在我们现在的三维时空是不存在的,因为它无限小,没有体积,从现在微度理论来看,基点实际上是一个灵微空间的事物,是我们无法进入和理解的东西,所以我们人类现在的所有理论在那里都失效。 哈勃发现了宇宙正在不断膨胀,并由此推出了哈勃定律。 这对宇宙大爆炸理论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撑,而且暗示了宇宙起始于一个致命的原点。 这个原点就是基点,宇宙大爆炸理论是期间为止科学界,对宇宙起源最完备的解释,是现代科学界认同度最高最有影响力的宇宙起源学说。 随着宇宙观测和研究的深入,所有发现几乎和大爆炸理论相吻合,几乎没有发现相反的证据。 宇宙大爆炸理论的证据之称越来越厚实,现在主要的证据,有星系红移证明宇宙膨胀在继续,宇宙三倍背景辐射的发现,海峰度,星系恒星延化规律等,那么大爆炸后这个基点到哪里去了呢? 这里可能有个误区,很多人以为宇宙大爆炸像我们平时生活常识看到的爆炸那样,总有一个爆心,但即使有这个爆心,起爆后那个点也随着爆炸没有了。 而宇宙大爆炸并不像我们平时看到的爆炸,我们看到的爆炸,是在我们本身的时空中发生,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爆炸点和爆炸的范围,而宇宙大爆炸实际上是时空的扩张与膨胀,是在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下开始的。 大爆炸只是个比喻,从大爆炸那一刻开始,才产生了时间,空间,物质,时空开始从零扩张,扩到现在的可视范围930亿光年。 也就是说经过138亿年的扩张,这个基点现在已经变成了931光年直径的一个球,这个球处处都是基点,所以宇宙没有中心,有人把宇宙比喻为一个正在膨大的气球,各个星系都是气球上一个点,宇宙继续在膨胀,这些星系正在互相分开远离。 也有人把宇宙比喻为一个成长的人,人从受孕开始,从无到有,他出生到长大成人,要在这个人身上,找出当初那个受精卵,要找到形成这个受精卵的父母双方开始那个原始基因,现在在身体哪个地方,这能找到吗? 因为父母的基因已经变成了人,扩张到了很大,在这个人身上每一个地方和细胞里,都有父母的基因存在,宇宙基点也是这样,到哪里去找? 当然宇宙基点和大爆炸并不完全笨同于气球和人体,这里面的专业理论很多很复杂,我们至光群众要弄清楚很难,也没必要,而且这个理论也还在继续的发现修正和完善中,我们只要知道个大概就行了,相信随之研究的深入。 科学家会给我们一个更明白的答案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